今天要說的故事是 金雞蛋 金雞蛋 恒舊以前在一個有樹林和小溪很熱的出裝林 住著一個非常輕巧的農夫 他曾經都起著恒舊 而曾經努力地工作 但是生活還是過得很艱辛 也都滿足不了他的需求 有一天滿晚 農夫正在想著晚餐家煮些什麼時候 我會傳來母雞歌叫的聲音 他想這次即將會是我最豐盛的晚餐了 於是他開始思考著如何抓住母雞 經過一番小聲後 農夫終於抓到了母雞 正當農夫準備要把母雞殺掉時 母雞就咯咯叫的說 哦!好心的農夫 請不要殺我 我可以幫助你 農夫驚訝地說 你要如何幫助我呢 母雞害怕地說 如果你不殺我 我將會每天都一顆金了給你 農夫開心地聽到這個承諾 並且再說 好!但是我為什麼要相信你呢 你可不可以再配我呢 母雞說 明天我如果沒有生出一顆金了的話 你就可以殺掉我哦 農夫開心地撈出了母雞 而且期待著明天的到來 隔天早晨 農夫在屋內發現了一顆金了 他坐在雞蛋旁邊 欺負著大叫 並對著母雞說 哇哦!這是真的! 你真的能夠生雞蛋 他也高興了 他不敢告訴別人 因為他愛派別人知道後 來抓這隻會生金蛋的母雞 同時以後 他不再工作 他每天仔細地照顧這隻母雞 母雞就每天生一顆金蛋來作為回報 很快樂 農夫變得很有錢 插著進了漂亮的房子 穿昂貴的衣服 再也不用每天辛苦的工作了 有一天 他有了這樣的疑惑 為什麼我的母雞 一定是能下一顆金蛋呢? 而不能多下幾顆呢? 他想 假如我殺了那隻母雞 就會一顆從他的肚子裡 拿出所有的金蛋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天晚上 農夫把母雞帶到屋內 並且殺掉它 卻被免賢的底下金蛋了 母雞的肚子裡空空的 連一顆普通的蛋也沒有 更別說金蛋了 他後悔不已 不耐著探著母雞垂下頭來 漸漸死去 他後悔不耐著說 我到底在做什麼? 我的貪心讓我殺了那隻母雞 如今我又要回到 從前那樣辛苦的工作了 但是這切都太晚了 我的故事說完了 謝謝再見 好 我們的請問謝謝校正義傑 好 第三個要出場的是 惡典校幫鄭冠婷帶來的魔術表演 好 我們掌聲給他 謝謝校正義傑